今天呢 来跟各位介绍一下 三支Pearl的程式 而这些Pearl的程式呢 主要呢 今天是用来控制 40几台的Cisco设备 在这边 我们先来执行一下 单执行序 或单一程序 的程式 那这支程式的名称 就叫做Cisco.Pearl 在指令的部分呢 我们前面会加上一个Time 主要是用来 计算一下 它总共执行了多少时间 单执行序 在执行的过程中 它是依序处理的 也就是说 它会先执行完一台设备 执行完后 再执行下一台设备 这样子的方式 再做处理 那这支的单执行序的程式嘛 在我们的奇科电脑课程中 基础的课程中呢 都有 都有在教 那相信 来学过我们奇科电脑 Pro基础课程的学员们 对这支程式应该不会很陌生 而且在写的过程中也很顺手 也在执行过程中也比较不会有任何的问题 好 这边这支单执行序 执行完了之后呢 在下面呢 我们有看到一个 一行栏位 叫做REAL 那这边也可以看得到 它总共花了一分 五秒 多的时间 再来 介绍第二支程式 平行多程序 这支程式呢 叫做Sysco 底线Folk WPL 一样 我们在指令下的过程中 那 前面也是给它加个Time 来计算一下 这支程式 到底执行了 多少时间 在这边 也看得到 REAL 显示出来的时间 总共是六分 六秒 多一点点 那明显的 比刚刚的 平行多程序 来自Sysco 底线Folk 还要快多了 再来 再介绍第三支程式 这支程式呢 是叫做 多执行序 它的档案名称呢 我们这里是使用 嗯 Sysco 底线 Thread MPL 一样 这边我们也加了一个Time 来计算一下 这支程式 它到底执行了 多少时间 好 在REAL这个栏位里面 也发现到 它总共也只有花了九秒 多一点点的时间 很明显的 在Folk Sysco 底线Folk .pl 以及 Sysco 底线 Thread .pl 这两支程式呢 执行起来 都会比 单执行序 Sysco .pl 的速度 还要快多了 那 介绍这个原因呢 主要就是说 这可以提升我们 工作的效率 并减少我们 的时间 好 这些技术呢 我们都有将 这些程式嘛 放在我们 旗客电脑 的 技术 小秘学 页面里 各位请看到 这个网址 这就是 旗客的 电脑的 技术 小秘学 在这页面里面 有看到一个 最新技术 点击下去呢 就可以发现 看得到 我们刚刚的 平行多程序 FORK 这支程式嘛 的内容 进来这里 也可以看到 这里面的内容 它的程式嘛 是怎么写的 如果有兴趣的 各位 都可以来这边 做参考 再来 一样在 最新技术下 里面也有一个 PRO 执行序程式 这支程式呢 就是我们刚刚所执行的 Thread 这支程式 一样呢 内容程式码 都放在这里面 那关于 Sysco 底线 FORK 的PL 以及Sysco 底线 Thread 点PL 这两支 程式码的 钻写呢 它是使用 PRO 进阶的 程式码 来钻写的 那 这些技术呢 在我们 齐克电脑的 PRO 进阶课程中 才有 才会交得到 才能学得到哦 有兴趣的朋友们 可以欢迎来 询问看看 谢谢 谢谢 好看